3、2、1 今天由财经相关的新闻开始讲起 贸易战是一种武器、口述 美国政府放风,考虑将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退市 为首是阿里巴巴,股价立刻大跌 引起了恐慌 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相当数量 如果全部都要退市 第一,你现在是否违反了自由贸易的精神 第二,这样全面凍结公司会否对中国经济有很大打击 第三,现在是否等于贸易战升至另一个阶段 我先讲一点 以我的认识,都是听到业界的人反映 他说中资公司到美国上市的时候 其实你第一轮是圈了钱回来 但之后你的利益都不好 流通食相对,那些人都不喜欢炒的 你不喜欢炒中资股的 你又是有些基金的 基金停止了 其他个别投资者对你的业务又不熟悉 你的业务又不在那里 再加上过去的三五七年 有一个Wave 爆了很多中资公司的数据不清楚 更加令到美国投资者觉得很不透明 更加不想去投资 其实在这个环境下 就算美国搞不搞也好 他们退市 然后在香港上都是一个适合的做法 从来都觉得 这两件事牵涉到几个原则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的公司在你上市 究竟我有利点,你有利点 固然是无理的 但问题是我有利点,你有利点 至少大家都觉得 你在我上市 我争取你在我上市 那是你需要争取的状况 所以应该是被上市的地方是有利点的 因为你可以增加了你的Product 当然情况之下 你那些钱 因为你在上市之后 你会有更加多的投资者 但是在上市来看,还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那些老千公司 当然如果你那家老千公司 在你那边上市 当然是什么 就找你老千 对了,就找你老千 但是中国亦都是不惟然 亦都是很多老千公司的 但究竟那一件事是哪一件事 就算低了 这样就很难说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中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 其中一个很大的理由 是因为大家都想在美国做 即是他虽然没有利益 但是他可以在一个走资的渠道 即是等于中国来了香港上市 即是等于把钱走过来香港 即是等于将大陆 在大陆的钱 的资金 是搬到第二个国家 即是因为那样东西 你Security 了它 你就等于 那这样东西 其实北京是 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呢 OK 其实它都不是特别喜欢的 首先来说 只不过没什么所谓 即是它也都禁止 即是这是一个双方双向 亦都很多 美国的公司来香港上市 都很大 譬如金三雅那些 刚刚 所以呢 这个这样的角度来说 中国我想 我想如果我是美国的话 我不会这么做 我政府不会这么做 因为其实 好像 你禁止别人上市 总括来说 我计算了一条数 都是自己吃底一点的 即是你的公司在外国上市 你的公司在外国上市 你都希望做大一点 那些人 中国是好的 因为你不想 那些资金就走不掉 你这些资金就继续被我握回 当然如果在美国 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当然不会说它做不到 但问题是 你要一次过将那堆东西 砍掉了出来 砍掉了出来的话 如果那堆东西都在香港做 当然大多数都在香港做 林顿有香港 我计算法律上会很恶架 我计算一个具体一点的问题 譬如说它只不过是说 不鼓励或者甚至禁止 新的再上来上 OK 又或者它寫条例 是搞到 逢乘上来上的 都查到你飞起 搞到你成本很高 但是现有的那些 它容许离留在这里 那容许离留在这里 都是两个做法的 应该就好像现在这样 继续不特别做的事情 另一个做法就是说 开始逐间大头目 就是开始查你了 因为从来 证监 美国的SSC 它要去找一些口实 然后去调查公司的话 所有全世界的监控机都可以做的 就会吓到你 你觉得你做得乖的 你真是数据很均真的 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都会担心的话 其实我都不明白 因为美国非常麻烦 现在非常有效 它是最不好的 一个非常差的投资 同口贵 在美国唯一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当然那些黑钱来说 我没有犯美国法 我避免到美国的话 美国可以给它 保护力量是最大的 你去加拿大 可能投降你中国的 中国整个东西 但是美国保护力量是最大的 在美国 我把钱收到美国 是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美国上市做任何 而且它几乎是 比中国更加重 所以我看不到 而且肯定是最贵的 是 它是非常 它是 它的法律的问题 不是在法律的 是是 它搞你的时候 假设你中伏 你搞完你中伏的话 就是中伏的话 那OK 那你当然 你在A股上市 你会更加麻烦 但是问题 你不是在A股上市 所以问题不存在 美股从来都 你看见 美国有哪个外国企业 去到美国是成功的 美国是全世界最封闭的市场 大家经常以为 美国是最开放的市场 其实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我开一个人你不可以 你要对我开放 我不对你开放 有哪一家外国企业 可以在美国做得很好 我觉得从来 从来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说 不会发生 多余现在外面说不会 但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 但为何会流传这个 你怎样解读 它流传这个 纯粹是 用来炒作一下 这样说 这样说 我觉得 香港的人 是一个很天真的地方 就是他去 哀求美国 他觉得美国会是一个仲裁者 会是一个仁慈而公正的仲裁者 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仁慈而公正的仲裁者 他只不过有一个仁慈而公正的仲裁者 你求他的原因 当然他和你有共同的仲裁者 他只是有一个共同利益 他不是为了帮你去对付他 但当然 他等于 美国和香港的关系 不算大小 等于苏联和美国 当年一起共同去对付纳粹德国的问题 他们其实是一个 他真的不是你的仲裁 这个是不需要 你不要一见见 美国打中国 一见到美国 他见到美国任何对付中国的东西 都会被一些自作多情的人 很刻意地放大 那样东西 你有时看西方传门 可能不是那么大的 但不是觉得那么大的事 他都会被很刻意地放大 而这一件事是常常都会发生的 再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可能听到美国都可以有点看法 从投资的角度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中资公司 现在的价钱 是否值得去买 还是有的 应该沽了呢 纯粹投资 我都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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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上市很多都是科网股 我都不认识 现在美国上市很多都是科网股 科网股我不太懂得看的 他如果比美国的一些很离谱的问题 例如Tesla 那些都不是太过什么 但我想Tekmi应该对于整个战略 所有的东西有没有看法 我只是想 阿里巴巴在美国 问题就是 第一你不能够在美国买到它的股权 去控制阿里巴巴 简单来说 别人买些什么 你就只能够跟车边去赚利息 但你就不能够反过来影响公司 本身已经亏了 第二就是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就不同 等于在香港上市 因为在香港上市 我们会比较容易触摸到 或者我们觉得距离比较近 等于有美国企业来香港上市 我经常都说 以前有一个叫Seamon 专搞board game 不会有人不买 即使公司赚大钱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一定是老千股 因为在这么遥远的地方 他搞一样生意 你是很不熟悉的 当然消费者或股民 是不会愿意去买 所以现在阿里巴巴在美国 不受欢迎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就算是炒什么科网概念 炒中国的经济增长概念 其实那些人都不购买 他应该回到香港 我也觉得应该回到香港 他应该后悔 其实回到香港上 我想阿里巴巴可以跟腾讯一样 这么好表现 其实当年主要都是因为 他跟股不笼权的地方 是的 但你在美国谈得好又怎样呢 原来同股不笼权 是作为一种投资的障碍 给你可以用同股不笼权 在美国上市 别人一样不买你的股票 这样说 如果你讲矛益 全世界都矛益 但问题 不要说矛益 你在香港上市的确是比较好 所以说所有的市场都是本土市场 但也这么说 反过来说 有一些有国际性的品牌 譬如香港现在很多人 我想苹果也是香港人的一个外股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来到这里 帮我看大家 我回到这一集 看到大家 Unfortunately 有点